一羊千禧 我们现场也和观众们一起 有欣赏了全新的品牌单曲的MV 那我想替大家问问千禧 在歌曲和MV在演唱和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小插曲 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歌曲录制跟MV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一直都非常顺利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支MV 谢谢非常谢谢千禧 我相信所有人都非常的喜欢 这一支您的作品 包括您接下来未来的作品 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那么我记得在印象中 千禧是一个喜欢挑战 喜欢探索新技能的人 就像我们的青阳一样 始终无谓挑战 那想问一问千禧 在最近的这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体验 或者我知道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 在仅有的空闲的时间 会不会去尝试一些 比如说学习新的技能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最近休息时间比较多 然后就会自己 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然后有一些新的体验吧 就是多学一学 多玩一玩 哇谢谢 很谢谢千禧 那我也想替粉丝跟您说 不仅仅在工作的时候 要照顾好自己 生活中平时也要照顾好自己 那我们有注意到啊 这一次我们的歌曲的整体的歌词 给大家传递的是怎么样 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 一种态度 蓄力前行 不断勇敢探索的感觉 那青阳一直以来是传递给大家的态度 也是五味前行 可以说和这首歌的主题是非常契合的 那想问问千禧 在平时是怎么来调节一下自己的状态的 因为每个人肯定在生活中或工作中 会有不同的状态 如何来调节呢 就是时刻觉察 然后观察当下的自己 然后适当地做出调整 对 好 谢谢 谢谢千禧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环节 就非常有意思了 是就着我们前面 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的MV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们要邀请千禧 和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共同参与 我们会随机播放 截取的歌曲伴奏片段 根取伴奏选出对应的歌词 现场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您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大声地喊出 或唱出我们的正确答案 没错 就在伴奏播放的时候 如果您知道 就可以大声地尽情喊出来 当然在线上的观众朋友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OK 各位准备好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段伴奏 请准备 三 二 一 请播放 怎么样 我有听到那边有尖叫声 已经传来了 答案是 对 大家前面已经唱出来了 我们一起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的原版 好不好 我们现场再来回顾一下 来我们有请第一段的 我们的原声 来 三 二 一 有请 OK 好的 谢谢大家 大家都很棒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猜第二段的歌词了 那各位朋友 我们可以这样 在第二段 大家知道歌词之后 我们会再放一遍我们的原声 大家回唱都可以跟着我们的原声一起大合唱 好吗 来有请第二段伴奏 请播放 哇 好棒 各位朋友好棒好棒 谢谢 谢谢你的五位 谢谢你的勇敢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跟随着我们原声一起来好吗 来三二一 有请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段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揭晓 来我们听一听第三段的伴奏 来请播放 好 大家这一段都非常的 相较前两段是更加的容易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全场一起大合唱 好吧 我们来跟着我们的原因 来各位 请准备 三二一 开始 哇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那这一段的歌词呢 是我们这首歌的开头 其实是 那生活不管有多忙 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生活里 也能够和我们歌词中所写到的那样 不惧挑战 勇敢面对未来 无畏向前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呢 福利放送的环节了 正在线上 观看我们发布会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在评论区发送 无懈可击 无畏高歌 触发口令 就可以领取 惊喜的好礼仪 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 全新升级的产品 也是加入了新鲜的元素 相信千玺对我们的青阳 这次推出的新品 肯定也是了解的 那么接下来 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次青阳的产品的升级呢 这次的两款产品 是在青阳经典款的产品上面 进行了升级 它主打的是28天根源禁械 然后让我们的头皮更加的健康 哇 太棒了 在我心目中 相信也在大家心目中 千玺一定是最帅的代言人 也一定是最用功的代言人 那这一次呢 千玺对我们的全新升级产品 真的非常了解 您说的很对 那除了为了我们的头皮健康 更好的来抵御我们的头屑入侵 不仅是极客 更要根源禁械 那青阳这一次推出的全新升级的 我们的第三代的水宁禁械配方 不仅仅可以极客净爽 更加能够做到28天 根源禁械不反复 那千玺平时在头发的护理上 会有一些什么特别注意的一些地方吗 平常舞台或者就是这种工作 结束之后回去 还有日常生活当中 都会特别注意头皮的护养 对 那千玺说到了 要会注意到头皮的护养 那就可以 大家可以使用到我们的青阳 对吧 大家可以去购买我们的全新的产品 送给身边您需要的朋友 和您需要的家人们 让大家都可以去保护 头皮凭乘的同时 从根源去械 28天不反复 那大家知道我们这次升级款 是如何做到根源禁械的吗 28天不反复 那么厉害 相信大家 诶 肯定也想看一看 因为我一开始有说到 我们今天准备了精彩的小实验 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送上我们的实验操作台 千玺 有请麻烦跟我一起一步一下 好的 谢谢 那我们这个环节呢 我们会有请我们的联合丽华的 我们的科研人员 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完成 我们通过实验 诶 实践出真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到底有多厉害 让我们有请上我们的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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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来 老师中间请 好的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联合力华研究发展中心的Cressy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能够和大家见面 从科学的角度为大家截开 专缘禁械的奥秘 好的 谢谢 那么稍等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老师既然带来了我们的操作台的同时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宝箱 各位 这个宝箱 我肯定是无权开启的 这个宝箱 我觉得得请千玺来开启 好吗 我帮您拿过来 好吗 好 我们有请千玺 帮我们一同来揭晓 看看今天宝箱里面 到底有什么 哦 好 谢谢千玺 千玺现在已经太会了 太棒了 已经把我们的这次全新的两款产品 已经拿出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宝箱带来的 这一个我们的宝物 好 谢谢 哇 太棒了 谢谢千玺 我先把它拿回去 这样可以不影响千玺 观看我们老师的操作 那么今天我们的宝箱已经揭晓了 老师先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实验的原理 好吗 好的呀 那在实验之前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原理 我们根源禁械的原理 当我们的头皮屏障受损 就会为外界四季物打开大门 入侵我们的头皮深处 造成角质细胞的异常增生和脱落 形成我们的头屑反复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次清阳新升级的 洗发水中 添加了修护头皮屏障的成分 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抢刃屏障 抵御外界刺激物 马拉色菌的入侵 从而从根源解决我们的头屑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实验 就是要给大家展示 我们清阳修护成分 这个抢刃头皮屏障 然后抵御外界刺激的效果 那可以先请 千玺可以一起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次的 模拟头皮屏障的一个模型 上面白色的这一层 模拟的就是我们最外面的角质层 它主要起到一个抵御刺激的作用 那下面就是模拟我们的 表皮层的细胞的一个立体结构 好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放置上去 那千玺现在先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屏障模型的一个状态 两边都是一样的 对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用 我们的清阳头皮修护成分溶液 以及对照的溶液 作用在我们的模型上 稍等一下 我尽量保持一样的液体 好 然后我们我现在这样均匀地涂抹在我们的屏障模型上面 然后给它均匀铺开 并且观察我们现在的屏障模型的一个变化的状态 好 我们要静置片刻 哇 我发现 千玺有没有发现前面老师在操作的时候 非常的厉害 他的左右手可以同时地做 对吧 同样的行为操作 好 那现在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两边的屏障 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像这边是还是完整的 然后这边这个已经有变得脆弱受损 对的 对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向上面低加我们的模拟制线源的溶液 观察一下抵御入侵的一个情况 好 然后盖上 好 那现在可以看我们低加了外界刺激物 可以看一下现在有什么区别 这边好像已经完全破了 对 然后我们的刺激物也已经进到了里面 就是 而我们青阳这边还是很好的保证了我们的头皮屏障的强韧 哦 所以这个差距其实真的非常明显 我们发现老师右手的这一个它已经塌下去了完全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屏障状态的区别 一层刺激物的入侵 那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福利又来了 在现场和线上的各个朋友大家可以同步参与互动 现在发送评论 根源竞械这四个字就可以触发口令 可以自动领取福利大家赶紧进行参与进来 那么我们现在老师呢 已经在更换我们接下来的有意思的我们的实验了 那同样大家也可以尽情期待 因为我们接下来啊 要给大家来带来两个好玩的互动小游戏 好 已经OK了 我们有请千玺一起移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 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 好吗千玺 好 那这个呢小挑战 我们想邀请千玺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这个挑战 我们看到这一盒透明的亚克利的我们的这个缸中呢 它是有黑色乒乓球和白色乒乓球 那么黑球代表发根 白球代表头屑 那希望千玺可以迅速地用我们这边的长筷子 把白球夹到另一个容器里面 好不好 感觉还是挺简单的对不对 对 应该还可以啊 好 那在您熟悉了之后 我要先跟您说我一会儿给您增加一点点小小的难度 可以吗 可以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快问快答 好吧 好 来 您请 好 来 千玺 请准备 三 二 把白的夹过去 对 如果把黑的夹过去 那这个大家可能会很开心 千玺太累了 好吧 我们请准备千玺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好 先让你适应两个 很熟练 目前命中率百分之百 那千玺我们问题开始咯 请问第一个问题 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是 无懈可击 无畏高歌 恭喜你回答正确 而且千玺手完全没有慢下来 第二个问题 平时空闲的时候都会干什么 休息三步 休息三步 好的 那第三个问题 请说出我们这次新品的亮点 极客净爽 二十八天根源净谢 太棒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一起给千玺加油好吗 很棒 好的 千玺还有最后的四颗球 那么在最后四颗球的时候 我们第四个问题也来了 请问 这题很难哦 我们的品牌主题曲的歌名是 无畏青阳 恭喜你回答正确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千玺 谢谢 怎么样 玩这个小互动 还是挺有感觉的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在夹这个白球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如何 它有的在上面 然后有的在下面 在下面的那一部分就很难夹 夹起来就比较困难 对不对 那虽然困难 但是呢 千玺也在坚持的 完成我们的每一颗白球 就像您在工作中一样 努力的去完成 每一个要塑造的角色 都是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实验啊 就是模拟了 投卸问题的处理 就像投卸问题 要从根源解决 才可以保持我们 头皮的一个 好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看到千玺是 很稳的 那我们这个挑战完成 那如果这个黑球 我们可以下一次再夹黑球 好不好 来 我们接下来 请千玺一步 就我们这边 先等会儿看 不看不看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 这个游戏 这个呢 它有一个 很恐怖的名字 叫恐怖箱 那这个恐怖箱呢 我们现在是看不见 它里面有什么的 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 安全 肯定是必须的 好吗 那么接下来很简单 千玺您需要把手 放到我们的恐怖箱里面 来摸一摸 箱子里到底 是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 好吗 来 咱们您选 从哪边开始都可以 从这边开始是吗 好 来吧 来 感觉是先有几个物体 里面几个物体 一个 一个物体 感觉是什么 是个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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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 是个皮 大概会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猜出来 好不好 千玺觉得是什么 应该就是那个 清阳的产品 清阳的产品 我们看看是不是 恭喜千玺 很棒 好的 第一个 清阳的产品 好 那我们来了 第二个 几个物体 在里面 一个 也是一个物体 是什么 摸到什么感觉 是锯齿状的 锯齿状的 这个 会不会有点害怕 不会 不会 不会害怕 那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般什么时候 会用到的 感觉 洗漱的时候 用得到 哦 洗漱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 所以你已经知道 摸出来是什么了 对不对 好 那说出它的答案 它是一把梳子 哦 让我们一起看看 啊 好的 是一把梳子 那来了 第三题 也是我们的最后题 感受一下 几个 一个 一个物体 好 那这个感觉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生活中 不太用得到的东西 但是你生活中 会不会经常用到 我有时候工作 会用得到 哎 好的 所以它是 它是一只话筒 没错 它是一只麦克风 好的 谢谢千玺 谢谢 那其实最后一个麦克风 我们也是希望千玺 在未来可以给我们 带来更多 更棒的作品 对 好 谢谢千玺 那我们有请 我们的工作人员 先帮我们 把我们的实验操作台 先移到我们的台下 谢谢 来 千玺 我们这边请 不好意思 千玺 这个跟您说声抱歉 要今天要 移来移去 因为我们这个环节 有点多 那刚刚我们的第一个实验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为大家模拟了我们的根源竞械的一个状态 使用青阳全新的产品之后呢 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头皮 那么这一次 我们这一次的升级款呢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极客竞械 让我们通过另一个实验 来更直观地了解一下 让我们有请联合丽华研发部的老师 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来 有请 欢迎您 KC老师 欢迎 你好 好 来 我们有请千玺 好 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场和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赶紧这个时候再收看我们直播 都可以 在评论区实时发送 极客竞械 领取 惊喜好礼 那各位老师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了好不好 大家眼见为时 看一看 有多厉害 那KC老师先跟大家说一说吧 这个实验 好的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展示 清阳洗发水极客竞械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是用我们的化妆海绵 模拟我们的头皮 然后粘附在海绵上的荧光粉 模拟我们的头屑 那我们现在先打开紫外灯看一下 现在两块海绵上的 这个头屑的情况 等一下我这角度调整一下 好的 来 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左右两边都是有很 很固满了头屑的一个情况的 千玺可以看到吗 看到 上面非常多的这个 荧光粉 荧光粉 对 模拟头屑的荧光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对比一下 清洗之后的效果 好的 那没问题 那老师 接下来我们需要怎么操作 接下来就是 这两个液体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我们先留着悬念 好 这边要麻烦千玺 帮忙把我们的 这个液体分别倒到我们的容器当中 好 我们劳烦一下千玺 对 全倒 全倒 就是两边的液体积是配好一样的 千玺真的是个很谨慎 很温柔的大男孩 会问一下 全倒进去吗 他说 是的 全倒进去 好的 那谢谢千玺 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老师要如何操作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海绵浸泡到我们的洗发水溶液中 然后清洗30秒 好的 这里要麻烦主持人帮我摁一下秒表 好 没问题 工具人上线 那这个时候30秒各位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好 那我们这边清洗30秒呢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实际在洗头的这个实际情况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泡沫也是持续不断地在风策当中 我们可以清楚转开 是的 老师现在时间还剩最后的10秒 老师您辛苦了 再坚持一下 9 8 7 6 5 4 3 2 1 停 时间到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清洗完毕 我们来再来打开紫外灯再观察一下清洗后的这个海绵上的荧光的情况 好 稍等一下 好的 好 清洗我们可以一起前面一点看看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 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 这边就变得完全干净了 对的 其实这边正干净的这边使用的正是我们的清阳洗发水配好的溶液 可以看出我们清阳洗发水能够达到一个极侧静械的效果 也是我们这次升级的另外一大特点 太厉害了 我刚想问老师我本来想问 原本千玺倒入的第一种溶液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溶液 可以让这么多的 本来紫外灯一打照出来的这么多的头线 瞬间 30秒 朋友们 30秒 就全部没有了 对的 这个太厉害了 太棒了 眼见为时 我们还有专家老师的讲解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了解我们这一次清阳全新升级的产品特点了 让我们再次感谢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请先落座休息 谢谢 好 我们也有请工作人员麻烦来帮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台先撤一下 谢谢 来千玺 我们也请稍稍的一步一下 千玺相信我这是最后一次 劳烦您一步了 没事没事 谢谢 好 那我们怎么样 两个实验下来感受如何 我觉得这两个实验都挺有意思的 然后实验老师也非常专业 最后的对比结果也很明显 明显 是的 好 谢谢千玺 来 请一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 那我们今天呢 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两个小实验 还有我们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小游戏 那下面呢 我想问问千玺 陈宪国 我知道您有非常多有记忆点的造型 包括这次MV的装发 那特别是在发型上 有没有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这次MV的主题是无谓向前 所以发型也几乎是以清爽为主 对 好的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千玺每次的舞台 或者说是活动的造型 都给大家在你们的心目中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发型也是整个造型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今天的新品发布会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小游戏 邀请现场的观众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体验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在大屏幕上出现一组九宫格的手绘发型图 里面会有四张是千玺曾经的发型 一会儿呢 那我们会有请我们的现场的幸运的朋友来进行作答 看看我们其中的哪一个造型分别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场景出现的 好吗 那我们现在先有请老师在我们的大屏幕上 请展示 很可爱很可爱 来了已经有九张我们的Q版的这么一个有发型的形象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抽取幸运的号码 各位我觉得这样 不知道千玺您觉得好不好 今天呢因为是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 所以咱们先出三号和八号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OK吗 好 那我们有请第一位三号 哪位 哪一位三号 看看自己的号码 是您是吗 好 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递上我们的麦克风 来有请工作人员送上麦克 不用不用 对 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递上我们的麦克 好 劳烦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一共九张啊 其中四张 是的 那不知道我们的第一位粉丝会选择 哎 哪一张图呢 好 是您是吗 好的 话筒已经在手上了是吗 OK 好的 好 那么请问您 第一个选肯定最划算 您选几号 选三号 您选三号 那请问三号 这一个造型是迁徙什么时候的造型 呃 是之前街舞时期的 恭喜你回答正确 非常棒 好 谢谢你 谢谢很棒 谢谢谢谢 好 感谢您 我发现我不应该这样问 我刚才问他的是 三号是迁徙哪一次 是 对吧 举凑了 直接都得告诉他 这个就是 对吧 好 下次换一个啊 呃 第三张确实是迁徙之前参加街舞综艺时候 非常记忆点的造型 好吗 我们接下来第二位 八号 哪一位 八号 有请工作人员 递上我们的迈克 呃 我选第六张 呃 你选几号 六号 六号 确定吗 确定 确定啊 好 那请说出六号 是什么时候的造型 呃 六号是素儿演唱会的时候 什么 是素儿演唱会的时候 恭喜你回答正确 就是迁徙在演唱会时候的 大家也是非常记忆点 非常喜爱的造型 恭喜您回答正确 好的 谢谢 那接下来还有两个名额 在我们的九宫格图内 也是还有两张 是我们迁徙之前尝试过的发型 那前面呢 我们是今天节日 是我们的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 那今天我们的主角迁徙 也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既然有数字 我觉得不如我们来抽一个 迁徙生日的数字吧 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抽十一和 二十八好不好 好吗 好 OK 那来 有请十一号 哪位 哦 激动啊 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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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好 请问您选择 几号 哦 一号 不不不不不不 不要紧张 深呼吸 吸气 呼气 好 一号 一号 好的 一号 请问一号是什么时候的造型 是清阳的造型 是清阳的造型 恭喜您回答正确 谢谢 谢谢这一位 激动的粉丝 谢谢您 谢谢 很棒 谢谢 好的 感谢您 那接下来最后一位 我们就是二十八号 是哪位 好 来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第一下 我们的麦克 有请二十八号 辛苦工作人员地上我们的麦克 来 只有最后一个了 是几号 请选择 我选八号 你选八号 对 因为它是之前 不不不确定吗 确定 万一错了怎么办 不会错 不会错 斩钉截铁 不会错 好 那来说出你的理由 因为它是之前千玺拍摄清阳视频的发型 很蓬松 所以八号是它拍摄清阳的广告时候的造型 对吗 对 好 恭喜您回答正确 谢谢 谢谢我们这四位幸运的粉丝 那大家可以记得等到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我们的奖品一份 一份小小的精细礼物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那借此正好想问一问千玺 问完了大家问一下千玺 平时头发上做造型我知道非常的平凡 那当然由我们的清阳来呵护头皮的健康 和头发的强韧之外呢 自己有没有什么护发的小技巧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吗 当然就是用清阳的产品 对 会非常注意头皮的保养 好的 谢谢 非常谢谢千玺 大家都记住了吗 跟着千玺 护发小技巧都学起来 那接下来的这一个环节啊 很惊喜 那是我们前期给大家是都有在征集过问题 我们征集了大家 呃 点赞 包括大家呼声都很高的问题 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中了 我们有请千玺 现场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好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千玺 对五味清阳中哪一句歌词的印象 会比较深刻 呃 副歌都很深刻 还有 嘿 你清阳了吗 也很深刻 呜 很棒 谢谢 谢谢千玺 整段副歌 加上嘿 你清阳了吗 谢谢 谢谢您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对于这一次品牌单曲拍摄的MV 想要传递的态度 是怎么理解的呢 呃 这次从歌曲到MV都希望传递出清阳的品牌精神 无畏 啊 希望大家能够从歌曲之中感受到 嗯 会多给大家一份能量和鼓励 对吗 好的 谢谢 第三个问题我要用一下这位这位呃 朋友的语气 千玺 平时都是咋洗头的 感觉你头发好多好蓬松 本调发新人 真诚发问 请回答 用清阳 当然是 嗯 OK 好的 谢谢 谢谢千玺 谢谢 呃 第四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千玺 哎 自己有 现在有一个小网站了 那这个小网站 有没有收到什么印象深刻的留言吗 有 然后偶尔会看一看 呃 什么印象深刻 就是得先保密 哦 好的 先保密 但千玺是会看的哦 那第五个想问一下千玺 有没有计划出门走走 会 呃 休息的时候经常会出门留的 嗯 好的 谢谢 谢谢千玺 呃 也非常感谢千玺今天分享的内容 希望都有帮助到大家 那么同时呢 再一次祝各位节日快乐 我们最后一轮福利发放的时间就要来咯 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 发送生活不断上心 参与互动 触发口令就可以领取精美的好礼了 呃 非常感谢千玺 本次青阳无懈可击 无味高歌发布会也临近尾声了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来到活动现场的各位领导 一步至我们的台上和千玺一同合影留念 来 欢迎各位 好 来 各位看向前方的声音老师 好 再靠近一点 好好好 稍微保持一下 来 三 二 一 好 再来一张 好吗 好 好 OK 再来一张 来 三 二 一 好 还有一条video来快速过一下 好 谢谢 谢谢我们所有亲爱的领导 谢谢 感谢各位 请先落座休息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那最后呢 我们有请千玺和我们现场的各位 大家一起来一个大合影 好吗 好 那各位可以往中间挤一挤 那我们有请声音老师来到我们的台上 对 千玺可以背对着 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张大合影 一起看向前方 我们下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千奇 也祝你生活顺利 工作顺利 平安顺随 谢谢千奇 那感谢你的到来 期待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慢走 慢走 谢谢